保時捷 奧迪 藍寶 堅尼 十幾輛酷炫超跑G級 這一次不是秀名車 而是到育幼院做愛心 貨車商載滿新電腦 零食跟物資 打開車廂 跑車裡也載一包包百米 但還有印象嗎 上一次同一個車隊出現 是在墾丁音樂季 當時可引發不少爭議 遭警方攔檢 整個音樂季針對超跑 總共開了50幾張法單 瞬間形象盪到谷底 這次改做公益 難道是想洗刷負面形象 跟印象那個事件 應該沒有相關 而且事實上我們那一次 是有人有一點違規 真的有一台粉紅色阿爸 你們大概都知道的 不過他說他印象他今天很忙 沒有他真的也很想過來 粉紅色阿爸車主火辣性感 引人注意卻因為工作忙碌 只能捐款無法參加 這間位在屏東南州的育幼院 24個院童最期待的 就是這一刻 好 那我在那邊去 一個個小朋友 坐上名貴跑車享受 兜逢樂趣 小男生們都好興奮 感覺怎麼樣 平道完 母親戚前信來育幼院送溫暖 雖然嘴上說 跟肯定音樂季無關 不過上回被開紅單 這一次是發紅包 超跑車隊形象 也總算能搬回一城 這是蔡仲勳 SN小組 頻道報導 我們會不會讓他 到